二元就表示有兩個位置數 一次 就是我的位置數都是一次方的 所以說二元是不等式的話 我們有試用表色型態 a 次加上 b y 加上 c 大一零 那如果之前我在寫s 加 b 加 c 等於0的時候 它實際上是一條實現方式 它寫大一零 它表示說我帶出這個詞 我只在前面上面指導一半的部分 我只要帶一點那個區域 那等於在直線上面 那帶一點的話 就要在直線的可能在右邊或者在左邊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那有大於0 當然像對方會有怎樣 小於0的 再來有大於0 小於0 再來就是有大於等於0的 同樣的也有大於 也有小於怎樣 0的 那沒有等號跟有等號的差別在哪邊 有等號的話 我包含s 加上 b y 加上 c 等於0的 這條直線 因為這個是我們之前學過的實驗方式 一般式的表示方法 所以如果等於0的話 包含直線 那代理只有小於0有沒有包含直線 就沒有包含直線 所以一開始我們介紹有四種的一個型態 你要記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用一個例子 來跟各位說明一下說 我今天在討論二於是不等式的時候 我怎麼去把那個區域的範圍找出來 我們用講義上面的一個例子來講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直線方式 就是os加上3y等於6好了 最後一個直線os加3y等於6 那我可不可以把直線方式畫出來 可以吧 可以吧 我們找結局的點比較快 如果令1等於0 x多少 3 好 x有3的單位 令2 x等於2的話 我會等於2 好 這兩點連結起來 這是我的直線 也有我的方程式 好 那在這邊 即將1 2 3 假設再取一個點好了 這才有一個點4 我們把他們這個座標的位置 看看稍微畫一下 -1 -2 -1 -2 我們大概上這個位置把它畫一下 等一下老師要來說明一下 這大於0小於0的這些區域我怎麼去找到 好 這也好 白色的實線是我們2s加上3y等於6的一個直線方式 那如果今天我們要對照 2s加上3y 但加7大於0跟等於6大於0 只是把那個座標放在左邊右邊而已 假設我們現在是等於6我們要改成大於6 那另外一個是2s加上3y 怎麼樣 小於6 我們看一下這兩個圖形的位置會放在哪邊 好 那這時候怎麼帶呢 直線在這裡 一邊要大於1邊要小於0 所以你要發現這個直線幹嘛 我座標面分成兩邊 那哪一邊是大於1的 哪一邊是小於1 我們來看看 這邊我們隨便找一個點 假設這裡有一個 1 2 3 這個3這是多少 這個座標是4幾 4 3 把s等於4y等於3帶進去 4乘以2 8加上3 3 9 8加上9多少 17 17有沒有大於6 有 所以這個點11上是2s加上大於6的這個區域 那我如果找這個點呢 這個點座標的話 因為是3 2 這個點座標是3 2 s等於3y等於2 s等於3 加上6加上236 6加6 12 有沒有大於6 12 所以在這邊我會講說這個平面 我們找了兩點 那找三點找一多點可以證明 那我就可以說這個平面實際上它們從代表區域是指多少 2s加3y 這個區域是指2s加3y帶6的區域 2s加上3y帶6的區域 那這邊呢 我猜應該是怎樣 小於6的區域 那我們找一個點來帶這個點是多少 原點00 00帶這邊0加0 有沒有小於6 有 那這個點好了 這個多少 -10 -2加0 有沒有小於6 也有 所以其實上這一塊的區域 這一塊的區域 黃色這一塊的區域呢 它實際上指的是2s加上3y 小於6 所以其實在講不等式的時候就告訴你們說 我2s的不等式我畫出來的時候 我可以略長直線為基準 有一半呢 會分成是大於的半面 那另外一半是小於的這樣 半面 那我們在討論方便起 我們把這個 直線的位置往這個方向去看的時候 這個是右邊 這個是這樣 左邊 所以這是右半平面 這是左半平面 所以大於的話是在右半平面的地方 小於的話是在哪邊 左半平面的地方 好 你先把這個地方記一下 好 好 你先把這個地方記 好 好 好